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兴奋了 等到这一天 65周年堂庆 全球的林良家人们 大家好 我们真的很欢喜快乐 全家都回家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我们又可以这样聚在一起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对吗 真的 我们一起转向你左右的人说 我真的好高兴 跟你一起回家 在这几天 我们要一起为我们所爱的大家庭 林良堂来过65岁的生日 我们也将一起来见证上帝在这65周年当中 我们的神 他行大事不可 啊 这时候测度跟胜数都会搞错啦 他行大事不可 前面两排有答对 他行大事不可测度 他行其事不可胜数 阿们 我们可以来见证这65年 虽然我们不见得参与了65年 可是我相信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上帝在我们中间行的大事和奇事 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世界级的美谈啊 也算是一件奇事喔 就是我们邀请到林良体系当中所有的女将领们 她们四位要来分享她们的故事 明天还有Part 2 很精彩的 首先 我们就要一起来欢迎这四位女将领出场 请问大家期待吗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 王贵华牧师拍手 各位牧者成功 大家好 大家好 让我们用尊荣的掌声更热烈一点 欢迎王贵华牧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丁佳玉牧师 佳玉牧师好 大家好 佳玉牧师请坐 接着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张庆荣牧师 呼呼 金庸姐好 再来猜猜看下一位是谁啦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乔美伦老师 呼呼 欢迎乔老师 老师请坐 大家好 好的 今天好 我们这一段访谈的宗旨哦 我觉得大家都好严肃好期待 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了 好 今天的这一段访谈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女将领们 她们要来分享在她们生命当中 与主同行的故事 还有我们期待听见我们的长辈跟我们分享她们盼望传递给下一代的价值观和产业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一起来分享上帝在女将领的生命中在女性牧者的角色的生命中放下了多么珍贵又独特的恩典阿妈妈 今天下午大家有福啦 这些的珍贵的历史镜头将要重现在我们当中也要传递给下一代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 首先我们就来给她花问第一题啦 来看一下我有没有超时 哈雷路亚 刚刚好还省了五分钟 好 老师我这样可以吗 好的 好 第一题哈 我们想邀请四位牧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 我相信各位在座你收到这样的邀请 有邀请你才来担任一个女将领的这个讲员 你一定很期待嘛 那我们想问问四位牧者 当你收到大会的这个林良女将领讲员邀请的时候 第一当下您心中最大的负担和感动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邀请家蕴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呼呼 好 士林林良堂不错哦 再大声一点 呼呼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神最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 他最在乎我们里面真实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我一直觉得福事不是我们的目标 像耶稣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是每一天灵修祷告服事 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更像耶稣 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 有没有跟神一样 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能不能很快的跟他连结 总归一句话就是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常常会感觉到有的童工在说话表达 包括我自己或者行出来的那个行为上面 那个味道是不对的 不是他几天没有洗澡散发的味道 而是生命里有一些状况 好像金荣牧师前天说的那个孤儿的心 表达的时候就会散发一些特别的味道 我可以闻得到 那这是很内在很里面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却是决定我们能不能走得长久 走得稳向耶稣 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情感都转向我们的神 那么我觉得味道就对了 我们的生命也就对了 谢谢嘉运牧师真的是很可贵的分享 我也觉得最感动的是嘉运姐 在她分享这个东西的时候 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包括我自己 真的许多的时候很多自行的生命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转向那一位爱我们的主 谢谢嘉运牧师大家有没有学到 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更像 耶稣 谢谢嘉运牧师好棒的破题 第二位我们马上就来邀请 那一个非常可爱永远年轻的金龙姐 呼呼 被台南林良堂的再大声一点 呼呼 那我觉得我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我个人最想分享的最有负担的就是 我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每天是怎么过日子的 因为生命记那里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 所以呢当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我就是很想 因为我觉得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一种灵力的堆叠 所以呢每天的生活非常的重要 你的力量不好 你就是因为你的日子没有好好的看见你的优先次序 陆冬在诗篇那里说我要数算我的日子 好像我得着智慧的心 所以呢我最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 我每天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优先秩序是什么 我怎么样来管理每一天的生活 让我的生活不要成为过动或者太阑散 我希望我的生活里头是非常有律动 而且非常有效能和效率的 太棒了啦 才两位开讲我而已就学到很多 建隆姐讲的那一个律动马上我们心里就 大字咚咚的大字 各位真的真实的过日子 透明的在主在人的面前过日子 谢谢牧师给我们分享日子如何 力量就如何啦 喔 赞啦赞啦 我现在我那个血液循环很快 马上来邀请我们邱美伦老师 嗚呼 我接到邀请之后 其实我就上我们灵良网站 特别把我们灵良网络打开 我们一共有五百三十间分堂 我就一一细数 我后来得到一个数字就是 其中有九十个分堂或者是福音中心 他的主则同工是女性 哇 那差不多百分之十七 那后来因为蒙古啊跟这个非洲我都没有办法算了 所以中午请教刘童牧师 他说非洲有一位 所以我们加到九十一位 所以呢 其实这个比例算是非常的高 在很多的教会中间 所以呢 我感谢灵良系统给我们姐妹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服侍主 那我觉得我心里就在想不只是我们四位牧者分享 我觉得更想要来尊荣这些 无论是已婚的或者是未婚的 或者是主则的或者是佩搭的 甚至我们很多的教会中的姐妹们 都成为教会增长非常大的动力 所以呢 我们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尊荣 特别来尊荣这位这些女性的童工 那我也渴望教会不但给姐妹们有舞台 有机会 而且呢 也更加的疼惜 更加 他们虽然都很厉害 可是他们还是非常需要 big care 所以呢 希望能够 教会能够更看重 而且更关注女性的童工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是非常高兴 可以跟大家共聚一堂 我相信我们姐妹也非常的兴奋 所以这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谢谢乔老师 真的在跟老师访谈的过程中 老师提到一句话也是相当令人感动 他说女将领不是指责教会的站在讲台上的领袖们 更是包括了我们许多代职侍奉的可能甚至是家庭妇女 都是我们心中优秀的女性神眼中的女将领 阿们 谢谢老师 老师要特别的来尊容我们女性的姐妹们 好 对姐妹都是女性 我这句话多讲了 不好意思 多用了五秒 好 我是帮桂华姐喘口气啦 对不对 桂华姐 好马上我们就来邀请桂华牧师来跟大家分享 说到是领两女将我就一直觉得说怎么会找我 我小女子怕怕 我一直觉得我不是女将 但是他们一直希望我上来所以我就上来了 我就问上帝说我到底要分享什么 我心中就有一句经文就是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阿们 那我觉得这好像是神在告诉我说 其实我一生的服侍 其实神都看重 阿们 神尊重 神也必赏识 阿们 那我回想我的服侍 其实全职服侍已经三十一年了 这些日子 你说没有辛苦吗 其实一定也是有 有没有挫折吗 一定也是有 那每天呢 就是在服侍里面这样继续往前走 有时候自己好像也看不见什么 但是我回过头 现在已经服侍三十一年了 我再来往前看 我真的是发现说 过去所撒的种 其实神都使他成长 所以站在已经是这种快六五高龄的 这种年纪 我再来看我一生的服侍 我觉得神在鼓励我 而且神也要我一起来跟众同工分享的是 其实我们所有的服侍 神都纪念 阿们 神都看重 阿们 神都尊重 而且我们必得赏识 阿们 谢谢桂华牧师 真的在我们的里面 被坚固了 真的被坚固了 真的被坚固了 谢谢牧者 让我们看见到 对神的看重 这么的坚信 然后带出甘心事奉的榜样 谢谢桂华牧师 哦 大家才第一题 你们觉得棒不棒 棒的话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程度 没有很够诚意 说一句真的 棒不棒 那个掌声也要一起来 给我们牧者们真的是 极大的尊荣 好 就在这掌声中 让我们来进行第二题 想问问 牧师们都年轻过嘛 讲这样有点冒犯啊 不好意思 年轻时候一定有一些梦想 那假如说 您没有当牧师 没有当这个 国度领袖学院的院长教师的话 您 会做什么呢 好 这一次我们 那个 转盘一转 顺序换了 首先邀请张静荣牧师来回答 OK 如果我没有做牧师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坦白告诉大家 我没有梦想 耶 释放了 那我是在小时候 可能我们整个家族 我有几个叔叔都台大医学院毕业的 所以呢 我们的家族里头就是功课不好 没有人生啦 所以呢 我在小时候童年的时候 我就 在我的生命里头 我就是非常消极的 非常的消极 那我是到国中的时候信主 信主的时候呢 我觉得 我从一个很自卑羞耻消极 没有生存动力的人 我都是在国中营会的时候 透过营会里头这些讲员和辅导 让我看见了生命的曙光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生命的梦想 从国中的时候才被神开启 那一个开启就是 我觉得我人生里头的梦想 就是我希望 即使只有一个人 我都很希望 我能够成为那个 为他的生命加油的人 那我想这就是我一生的梦想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打了几个工 打工打几个工作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在加油站上班 那加油站上班的时候呢 就是排整排的摩托车 很多的年轻人来摩托车加油 可是你知道吗 我越加油 眼泪就掉出来了 就是 神就跟我说 你为这些人的车子加油 谁去为他们的生命加油呢 我在大市的那一年 我在银行里头打工 那我是在做柜台的 我后面整栋屋子 统统都是钱啊 不是油就是钱 对啊 真的 但是呢 神就跟我说 你这辈子 如果赚到那一间的钱 不只 我不满力 我相信你 对你的人生也不满力 所以呢 我如果要讲 我没有做牧师呢 我觉得我的生命里头 我最希望的 就是为别人的生命加油 那我早期在台北领阳堂的时候 我就做过学生工作 那早期我还没有被神开启的时候 我最喜欢帮人加油的就是 煮饭给学生吃 包括流利方传道 是我做事出出来了 哈哈哈哈 所以呢 所以我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就是 只是负责一直煮饭 一直找人来宿舍吃饭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一直为他们加油 可是在 在幕会的过程里头 成为传道的过程里头 神就一直开启我 开启我在属灵的领域里头 能够成为一个为别人加油的人 所以呢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说 我如果没有做牧师 我一定是 购物台的名嘴 讚啦 因为 卖衣服 吃餐厅 我是最厉害的加油者 阿们 我可以开直播台了 我好 好感动哦 真的我 其实我听姐姐讲的时候 我有想到小时候的画面 真的很感动 我就是被她加油的其中一个 加的有一点多啦 现在在减糖 瘦了20公斤 好家债 哇 静荣姐太棒了 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时间 绝对不会错 神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精准 对准了每一个人的特性 说中了他的心 静荣姐真的太棒了 我就是要为别人的人生加油 我后面一堆钱 没放在眼里啦 我人生不会满足啦 破阿虾给你吹咧 这个真的要当直播主 真的 金荣姐 你当YouTuber应该也会很红 真的 真的真的 KOL 哇 好 哇太喜乐真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 喔 你们猜是谁 邱美伦老师啦 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梦想 没当老师成为神职人员的话 您会做什么呢 今年刚好是我全职服饰第40年 哇 所以呢你们不要偷偷算了 立正站好 我自己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之后 那个时候刚好校园办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 那我去参加青宣大会 那个时候滕敬辉牧师就讲到华人的使命是回传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蒙召 所以我蒙召的时候是两个负担 一个是台湾复兴 那个时候还没有转化就是讲复兴 那第二个呢就是华人回传 那今年暑假刚好有机会到花莲我们去开会 那我为了等同工我就坐在其中一个教会的门口 等同工 忽然间我就想到40年前 我做神学生的时候来这家教会做这个暑期的短学 我就坐在树下 这个感受就非常的深刻 好像时光就倒流回到40年前 那我自己因为念的是法律 所以呢我原来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大二信主之前都没有好好念书 都在跑社团 那大二信主之后 看不出来 对很多人都不相信 那大二信主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好好念书 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 我们那时候都念德文嘛 所以呢就想到说将来到德国去读书 回来如果可以在学校教书的话 就可以影响学生 所以呢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啦 能不能实践不知道啦 可是你们说的是梦想嘛 那可是我蒙召的那天晚上 主就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孩子我有一个big business 你愿意加入我的big business 坦白讲我那时候完全不明白神是什么意思 我就回应他说我愿意 后来呢就 我就走到前面去回应呼召 清宣第一届的时候 后来他们我回到位子上他们有呼召宣教士 我就一直跟神说宣我宣我 可是主说no 你不会成为宣教士 可是你将来教出来的学生 会成为宣教士 那坦白讲我那时候是完全不明白 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可是回首这40年 我们会发现其实神是成全梦想的 他大概在想你竟然想当老师 就给你教一辈子 所以呢等于这些年都一直在教书 然后影响学生 那我们也有机会能够在各地带领走导团 或者是参与在宣教的行 短宣的行列的里面 甚至有很多的在世界各地有培训的这个服饰 那回头的时候就很深的感受到说 当年神的呼召和我自己的梦想 坦白讲已经合而为一了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蒙召的历程中间 感觉到神所说的话真的是一句也不落空 那今天看到整个灵粮系统我们的一个情形 真的是一个big business 而且就是走在回船的道路上 所以感谢主 他把梦想跟呼召能够结合在一起 Hallelujah 感谢上帝 当时乔老师虽然不知道big business是什么 当时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觉得是大饼干 还好老师就坚定的献上自己 感谢主把这个大事业加在老师身上 做育婴才 包括我本人 哈哈哈硬要扯上来 谢谢老师 在台湾复兴的行列里 给我们一个好棒的榜样 然后鼓励我们又装备我们 好不好 谢谢乔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要来邀请下一位牧者来分享 喔鬼华姐如果没有当牧师 您年轻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以前我们家开的是成衣厂 所以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 我要来开一个有品牌的服装公司 我觉得那个已经是我人生的一个很棒的梦想 但是呢 后来读书 考上的是社会系 我就越来越发现我对社会工作非常有兴趣 因为社会工作让我能够去走进许多人的生命世界里 能够去陪伴他们 能够去帮助他们 那时候我很满意我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我像一个不断在拿水 给那些口渴的人喝 我觉得我这样及时的帮助 哇我帮助了好多人 我觉得我这样不断的付出 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阿们 那是我那时候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做了大概七年吧 社会工作六七年 其实神让我看见说 我所做的其实非常的有限 我不过是帮助人外在的 但是人更深的是内里的 需要灵魂得救赎 那个时候神的呼召临到我 所以我也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回应了神的呼召 我就走上全职的服事 阿们 感谢神没有成就一个成一界的女总裁 但是却成就了一个愿意倒水给小子喝的一个 充满服事心智的女将领 而且从外在到内在 要让人的生命给她蒙福到底 阿们 太棒了 谢谢桂华牧师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佳玉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我从小学到高中 不管学校怎么分班 就是比方说都会混在一起啊 过了一个年级就分班 奇怪 大家都选我做服务鼓掌 我就觉得为什么那些人也不认识我 为什么一开学就选我做服务鼓掌 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 我的特质就是很喜欢很乐意去服事人 一般人可能都不喜欢做杂事 可是我很喜欢做 然后我的不怕做杂事 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蛮适合做秘书 或者是总管这样的工作 无论我打电话呀 或跟人连结呀 我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也很愿意帮助别人成功 而且无论大小的事情 我做得都很仔细 但是我还有一个个性就是 我看见不合一的或者是不妥当的 我是没有办法忍住不说的 只要是决定要推动的方针啊或策略 一旦启动了我就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 就轻易改变或放弃 所以呢我们同工提起我 我会说我是一个果决跟坚持的师母 在我们办公室百人的员工团队里面 他们也会认为说 师母很有爱心 可是师母很严格这样 但是哪一个人希望带给人是严格的形象 身为师母我也不喜欢这样的形容词 但是因为是上帝给我的托付 所以我和群茂看的这些年教会的发展 我十分珍惜上帝给我们的职份 要爱惜这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 因此丝毫也不能松懈 而且我凡事谨慎跟坚持 那这么多年来我也就慢慢发现 好像神就会使用我这样的特质 让我成为一个小驴居 或者是像那个乃曼的那个小石女 就是我就会促成很多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教会就连接到以色列 然后有一些福音的工作等等 至于我年轻的时候梦想 其实真的我跟靖荣一样 我就没有什么梦想这样 那我其实梦想就是做传道人 因为我在14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 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传道人 那是在唐重荣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那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叫传道 可是就是有那个画面 然后我就哭着很感动 我也一直很喜欢在教会这样的群体里面 可能我求学期间 同学礼拜天都会去参加社团活动 但是我从来不去 我都留在教会里面 那就一直在教会被培养 被成全很多的服侍 那总之我一直都是保持在跟神的连结 一直在受这方面的训练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 就呼召我那么小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跟神的国连结 一直到现在 是 谢谢佳育牧师给我们好棒的一个棒样 在小事上的忠心 不介意这些小事和杂事 上帝就纪念这样子的心智 最后就会给予大事 我们真的看见平凡小事 却成就了我们伟大的牧者 佳育牧师 我相信您虽然说自己严格 但是您一定也会在爱心上面更加甜 在严格中是因为爱心 我相信您的公益子爱 可以帮助很多下一代的年轻人 谢谢佳育牧师 太精彩太精彩了 好 这一个阶段我们才进行两题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收获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很 很怕那个老师讲的不尽不尽情 接下来我们是开放大题目 要把时间充分的给牧者分享 首先我们要来邀请乔老师 老师曾经有分享过 很希望自己的服饰更加的开阔没有限制 那我们想请邀请老师分享 在这么久的服饰的年日中间 在您的服饰领域上一定多多少少遇见困难 在服饰的生涯中 有没有遇见怎么样的困难老师如何靠着主度过 以及有没有哪些珍贵的友谊呢 我们请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 刚才我已经提过说服饰已经有40年的时间 我大概把它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读神学院的阶段 当然当时候出来的时候家人是非常不赞成 那也是有家庭革命以后才全职服饰 那我当时候进的是一个中派的神学院 所以呢他们跟我说你是女生 所以你不要读神道系 你去读教育系 那他们对我们的期待就是将来可以好好的教儿童主日学 那其实呢我儿童教的也很好 我只要讲故事小朋友都参心听 眼睛就盯着看这样 可是呢我自己在寻求的过程中间 我就觉得好像应该不止于此 那这是一个寻找自己作为女传道定位的一个过程 因为当时候女传道还不是非常多 那典范也常常都是白衣黑裙 所以那个时候 还有珍珠项链 那然后呢我神学院毕业那一年 有一个老牧师跟我说 他说乔美伦你不要站讲台 他说你站讲台人家都在看你漂亮不漂亮 那真的不知道他是包还是扁 所以呢 其实你不要想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对我印象很大 那我就回去祷告 那时候刚好读了路易师母的传记 他是威尔斯大复兴很重要的一个女性讲员 他们那个时候是男生女生分开聚会 那他是女堂的讲员 那有一天南堂的讲员没有来 所以他们就去请路易师母到南堂去讲 那他说他当时候非常挣扎 那我也能够理解他的挣扎 那可是他还是去了 结束之后呢有一个牧师就跟他说 我不知道上帝可以这样用女人 这个也不知道是包还是别 那冰路易师母就回答一句话 他说上帝不用男人 怎么会呢 他说上帝也不用女人 上帝用圣灵充满的人 那就是因为这句话 所以呢我觉得虽然那个环境下是非常不容易 有一个比较好像说渴望站讲台的女性的传道者的一个角色 可是呢那个时候我就不给自己设一个好像限制在那个地方 第二个阶段是我幕会的阶段 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经幕会过 我曾经在一个两三百人的教会中间 作为传道人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男女老少都要服侍 那个时候我大概还不到三十岁 那是一个算是比较中大型 那个时候三百人已经算大型的了 所以呢单独在那个地方幕会一段时间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取得弟兄姐妹的信任 那包括我常常带着妈妈们 要这个服侍她们 甚至伯伯妈妈吵架 还要骑小autobi过去 来这个处理家庭关系 那包括儿童包括大专包括青少年 几乎全部都要面对 那那个过程呢对我的挑战 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持续的维生 所以其实我常常勉励学生就是要全面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锁定一个服饰了 你要能够方方面面都能够去对应 那个时候我是要开指示会 所以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幕会结束之后到华省 有一段时间做出版社的主编 那就是编这个教科书 那个过程其实是我一个再进修的过程 那个时候就也拿了第二个学位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再来的时候第四个阶段就是进台北领良堂 1992年的时候我进台北领良堂 就在神学院教书 1994年的时候 周牧师就叫我站主日讲台 坦白讲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挣扎 你们知道我挣扎的是什么吗 我挣扎的是希望不要太多人认识我 那因为我觉得我就安安静静的在神学院教书就好了 一站主日讲台之后 就等于整个人就在众弟兄姐妹面前 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那时候站主日讲台的姐妹其实也是不多 可是后来我就OK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站台北领良堂的主日讲台 其实那个对我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可是回首这一个过程 包括以前人家叫我不要站讲台 一直到后来这个 就发现我就讲了一辈子 那有的时候也要在海外 或者是一些比较艰难的地区 能够去服侍众教会众弟兄姐妹 那个挑战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你面对什么样的会众 你能够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事实上我在讲台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是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 说服弟兄听一个女讲员讲道 这个是要费很大的功夫的 那所以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那当然现在这几年 因为我自己也不小了 所以比较可以有点说服力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当然后来我也进入管理职 在神学院里面 喜欢做的也做 不喜欢做的也做 我做过总务主任 你们相信吗 管理房间跟马桶 那也做过企划主任 就是负责招生 那也做过实习主任 就是要分派学生 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 那现在的话是外展 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职位 我们开了 现在开了八间分院 神学院开了八间分院 那后来也参与在 深培的建造 一线的建造 那最近就是开了 这个职场转化学院 那其实我在面对 每一个侍奉领域的时候 我都觉得那不是我会做的事 我都会在想说 是不是有人比我更合适去 去做这个侍奉 可是当时候面对一个需求的时候 好像那一个主放在里面的托付 那一个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就让自己不是最适合的人 也要能够去做最适合的事情 我常常讲说 你就把那个事情做到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其实就是 对大家 对自己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当然 这几年做职场 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要找到职场弟兄姐妹的语言 能够好好的跟他们对话 能够挑战他们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学习 那刚才立方还问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 就是我们今天四位讲员 明天四位讲员 八位中间唯一的单身 所以他特别要问我友谊的事情 那桂华牧师是引荐我进台北力量堂的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好姐妹 那甚至我们父母过去之后 我们两个常常是在一起过年的 那 金融啊 家运 其实我们算同梯 前后啦 我们是一起服侍过 所以呢 其实 整个力量系统 不管是女童工 或者是 后来我带出来很多的学生 包括是有夫妇的 有单身的 其实坦白讲 我还觉得我人际关系很饱和 那 是真的 是非常 非常饱 太饱和 对 非常饱和的一个情况 而且坦白讲 也是跟大家非常多的学习 那 这几年因为跟职场弟兄姐妹在一起 其实也有非常美好的关系 包括我带他们去以色列啊 包括我们去小旅行啊 到部落里面去 或者是带着他们出国 那我讲一部分信息 我们职场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一部分信息 然后 就可以 这个 讲完大家可以一起去玩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今年一月的时候 因为我在纽西兰 后来我跟嘉运打Line 他就说 美伦 你在哪里 我们就很担心说 桂华结婚去了 你要跟谁过年 我就跟他讲说 好像喔 我就跟他讲说 我在纽西兰旅游 所以呢 我觉得 其实真的我们是一个家 各种不同的关系友谊 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活在主的里面 活在真理的里面 有的时候是很久不见 可是那个宝贵的关系 其实都在 所以我相信 只要我们 我们的关系不断的延伸出去 其实我们 会有非常美好的 我们常常讲说 支持系统 是 那不只是单身的 包括 家庭的 主要是服侍主的人 其实我们都很需要的 support system 所以呢 我想 因为我们是一个家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方面 都非常的饱足 是 谢谢老师 老师真的给我们做一个很棒的榜样 在基督的里面 看重自己的这一份生命 然后谢谢老师 是一个接受挑战 然后勇于什么都去尝试的老师 所以可以带着我们向老师学习 也很谢谢老师 总是有那个充实自己的精神 然后最棒的是 老师每次尽心尽力去做的时候 还不会忘记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做 然后就成全了下一代 谢谢乔老师 太棒了 然后这样的健康的人际关系 健康的身心灵 也给我们女性的牧者一个很棒的榜样 阿们 掌声应该要再热烈一点的 很想看到乔老师穿白衣黑裙 戴珍珠项链的欢呼 哇 糟糕 大家希望的 不是我说的 好 再来 我们要邀请佳韵姐 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开拓士林灵梁堂的一开始 我们就常会 今天这一次聚会 听见周牧师陷害好多人 就是通通被他带出来 这样子 好 当时候跟着刘牧师 一起到士林灵梁堂 起初就跟着刘牧师一起同工 那怎么样去沟通 又一起工作 然后又一起在家庭的生活里头 这彼此的界限是怎么去维持 那两人这样不同的特质 又如何的来配搭 规划服饰的领域呢 最后如果您的先生不是牧师 觉得您人生会不会有不同的发展呢 我和群茂认识相处超过了40年 比我自己独处的时间还长 那基本上呢 我们的生活是整体的 是长久的 那我们的家庭就是工作 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的家庭 但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嘛 那对我们来讲 家里呢真的只是一个休息 就睡觉的地方啦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 就是每天 他早上有提到 每天一大早 他去教会啦 我慢一点 我临休嘛 然后到了很晚 大多是教会要关门了 才会回去 其实呢 群茂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知道就是 我也是啊 就是最好我们就搬一张床 好然后就放在办公室 我们真的是 都懒得走 都懒得走 就对啦 就不需要这样 那我记得 神啊你听见了吧 我记得林良堂在很早期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宣教大楼 那有一次周牧师 那时候好像台湾开始有那个7-11 就是24小时的便利店 周牧师就说 人家便利店啊 同一都是24小时营业 为什么 那个教会 不能够24小时开放 然后礼拜天下午 我们都要关门了 所以周牧师说 现在我们也要开始 所以礼拜天晚上 那就要开放了 那开放就是有人要来啊 有人要值班啊 所以他就说 那谁要来 好 我们就那些同工 我跟群帽连商量都没有 我们两个同时举手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来 好 其实我们来 不知道要做什么这样 好 我们那时候想说 会不会有人就走进来啊 然后就问我们问题啊 其实根本就没有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去 就是那个 前面那个小房间 就在那里读圣经这样 所以你就说 工作和家庭的界限 我们真的没有界限 因为我们 都很喜欢待在教会 后来到了士林 有一阵子 我们的家离教会比较远 你知道我们大概啦 大概一天都带四个便当 后来教会搬家 我们家就很有幸 就在教会旁边 真的走三分钟就到了 可是我们中午也不回家了 我们都在教会吃 我们带的便当 然后在教会午休这样 至于两个人特质不同 我们怎么配搭 规划服饰的领域呢 我跟他两个人的个性 真的是互补 你看他早上这样子 其实我在下面很紧张 你们都不知道 我就很怕他讲错话这样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个性是完全相反 他是那种意向型 梦想型 激励型 带领人 我呢 其实我就是不太会讲话 然后我是一个实践型的人 我比较擅长的是执行 所以他常常就说 我不用读执行力那本书 因为我就是执行力 哇 太棒了 因此我们两个人的配搭 通常都是 早期都是他说什么 那我就把它完成 所以在当中嘛 因为个性 所以冲突非常的多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梦想太大了 我觉得非常的不务实 不接地气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有的时候是我太务实了 就没有理想跟梦想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一下 食物上我们两个人服饰预域的配合 教会整体的方向 还有一些对外的服饰 主要都是他负责 我就是对内的执行管理 还有同工的带领跟训练 那这当中他有很多年都很挣扎 我们以前在台北的时候 因为我们上面有周牧师 所以我跟他负责不同的领域 就没有冲突 我觉得那是我最快乐的时间 可是上帝很奇妙 在我们独立幕会初期那两年 上帝分派了三个不同的国外先知 来跟我们讲同样的事情 一个就是说 我是 You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is house 那还有群帽就是要听我的 然后一个也是说 他要听 had better 这样子听你太太的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两个要 agree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一致这样 我记得1996年那一天 教会我们要从天母一个公寓 要搬到那个一个救藏房 那要动员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帮忙 那我们就选定那一天 可是不料一开始搬就下雨 而且雨就越来越大 那你知道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客气的人 他就说 哎呀不能搬了不能搬了 叫大家回家下雨了不能搬 我就说不搬 不搬怎么行啊 下个礼拜公寓就要还给人家 也没地方聚会了 而且再招人怎么容易呢 我就说非要搬不可 好你们就知道 所以就在我们继续 但是在我们继续搬了不久 雨真的就停了 这样的经验很多啦 大家都也更能体会 神特别的方式 他使用我这个他所造的器皿 那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活了三十 快三十八年 这几年他参与很多国度性的服饰 那我们的分工就比较清楚了 我也非常地感谢神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的互补 那当然我这里要特别尊重我们施灵的团队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支梦幻团队 真的太棒 我们大家都有同一个心 把群帽奉献给国度了 教会训练 我在这里请拆检他 教会执行这些都是我们团队一起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士林还可以存到现在的原因 慕会二十多年来 真的我们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我天天在那边思考怎么来预备人力场地训练 培育领袖 内部忙不完的事情 外面也有很多要参加的活动 但是我都是一个想法 就是上帝你要让我能够完成 你托付给我的每一个任务 因为你那么爱我 那你那么激励我 所以我只能就是为你而活 那这些年我经历过一次的脑瘤手术 一次乳癌的手术 还有一次我也把一半的甲状腺也割掉 那亲近我的同工看我都很淡定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 真的也没有听到我祷告问主说 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又是我 甚至我也没有发消息 请大家为我祷告什么的 医生说要动手术 我就把行李准备好 然后就去医院 我没有办法讲得清楚 为什么我对神有这样深的信靠 我也发现 我也曾经在 发现脑瘤到完全治愈的四年累 一直的复发 而且每一次都生不如死 但是我想这些数不清的难题跟挑战 就让我更深的感受到神的爱 支撑我走过去 那这二十年来 因为我们的人世也不断的变换 有些同工或者是更换服饰的跑道 也有些人也因为有一些误会就离开 这些我跟群帽都一起默默承受 但很感谢神啊 这些人也日后都会回来 向我们表达深切的爱 神的爱仍然连接着我们 而我跟群帽也一如既往的 就是在教会继续的服侍 这就是我最感恩的事 太美了 太美了 佳云姐真的不晓得 佳云姐 谢谢你给我们立一个这么好的榜样 信靠神的榜样 真的 可以想象那个病痛带给你的折磨 可是你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站立着 真的太感动 太感动 我做了很多笔记 好感动 谢谢牧者给我们看见 以教会为家 让我们这一个世代不会觉得说 对啊 你们就是要我们做到死啊 以教会为家 可是我们看见到我们的牧者 不是这样子的想法 我不是因为我要做一个表现 或者是赚取工资 我以教会为家 好像那个就是他的根 就是他里头 源源不绝激励他的爱 我就是以我的教会为家 我真的好感动哦 而且谢谢牧者们 这么佩搭的完美 然后甚至是演绎出神造的最好的您自己 然后好好的活着 不会觉得 我的丈夫是这样子 我就要变成怎么样的我 真的谢谢家运姐的示范 而且真的牧者让我们看见 他们所呈现的是 主啊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我们下一代 我们不要再来这一套了 主啊 我在这里请差遣他 看见这么棒的榜样 谢谢我们的长辈 立这么好的根基 我们看见主 透过长辈们放对位置的服饰 然后让我们的这一代 可以顺顺的上了这个轨道 真的很感谢神 再一次鼓励好不好 太美了 太美了 接下来我们邀请龟华姐姐 好 这样姐姐比较亲近啊 大姐夫 你在吗 大姐夫 好 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了 龟华牧师创立这个教会 也是一个建堂牧者 然后很年轻就 好像就已经开始开拓教会了 那当时是一个单身的这个状态去开拓 那一定有遇到一些挑战 然后我们也知道 后来龟华牧师也经历了一段不容易的抗癌的日子 然后后来又走进婚姻 好 那么我们很想来听听看神在您身上 许多美好精彩的故事 欢迎牧师 谢谢 应该早一点认识 然后呢 我就这样拿着地图 就开始去认识中立这个新的城市 就在那里做开拓的工作 那时候原本周牧师周师母是不放行的 他们说你这个小女子 你只去开拓 你一个人去 这怎么开得下去啊 这怎么撑得起来啊 那这个墓会不容易啊 所以他们本来很担心 因为觉得一个单身女传道要出去 他们觉得这不太容易 但是经过一年的查验 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 后来周牧师师母 他们也就凭着信心就放行 所以那时候四十岁的我 我就开始到了中立领娘堂 那这几年下来呢 我真的是看见神恩待了我 那时候从教会是一个三四十个人的 一个小教会 那这二十四年下来 神使我们建立一个中型的教会 也使我们开了十八间的分堂 那我 是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超乎我这一个人所能够做的 那有一些人会问我说 你怎么会去开那么多间分堂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这好像是一个神对我的命定 在大概公元两千年的时候 有一天我已经要睡觉躺在床上了 然后我就突然听见神对我说 你在桃园各个乡镇去建立教会 那一个教会一个点 许多点 点会连成线 线会连成面 会带来全地的复兴 那我就想哎 怎么会有这种话 这种怎么是我小女子可以做得到的事 然后我就非常的占惊 然后我就赶快爬起来 拿桃园地图好好端详一下 因为自从我去了中立 大概我所思所想就是中立 我从来没有去想整个桃园 但是神好像就开阔我的眼光 因为领受一个这样的一个植堂的意向 我发现就有一个神的命定跟神的引导 神就会给我一些机会 给我一个看见 这时候你可以这样走 然后我就这样跟上去跟上去 我就看见一间一间分堂就 就这样的被建立 那我能够做的 我只是就是跟上神的脚步 另外我能够做的就是 我要不断的训练同工 栽培同工 把他们送进神学院 让神学院去栽培他们 然后呢就继续同工 等到他们成熟 就把他们拆派出去 其实这就是我所做的 那我觉得神真的是可以做 超越我们这一个人身上 神可以来做更多的工作 是完全超越我们的所能所适 那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 我们所有的传道人说 真的我们不要自我设限 你知道我几次在这里 都说我是一个小女子 我都觉得我只是一个小女子 主啊拜托这种事不要找我 但是真的我们不设限 神就可以带领我们做更大的事 阿们吗 尤其姐妹们 尤其特别是单身的姐妹们 我们真的不用自我设限 神可以无限量的工作 阿们 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 那刚刚主持人也问我说 单身姊妹去幕会 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这当然是会的 譬如我那时候 我24年前去到中立 几乎那时候没有 几乎没有女牧师 所以我一去大家都问我说 啊牧师 牧师是女的喔 欸牧师不是都要男的吗 那人家没看过女牧师 而且甚至对于女牧师 欸你的能力跟你的专业 会有一点质疑 尤其你又是一个单身的女牧师 我记得曾经有一对夫妇吵架 太太打电话给我 我就赶快冲到他们家 结果他先生就挡在门口 他就说我们的家务事我自己处理 我都结了两次婚 你没结婚 哪轮得到你来帮助我 那时候我真想转身就走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神就给我力量 我就深呼吸一下 我就告诉他说 如果你把我当作是你的牧师 我就可以帮助你 真的很多时候别人对我们 是一个牧者的这个身份 可能人们会来挑战 甚至来挑衅我们 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很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们才能够不被激怒 才能够不被打扮 我们才会仍然有爱的能力 仍然有智慧的回忆 那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 但是也感谢神啊 因为我这一个人的个性 也不是那种很敏感很容易受伤的人 我是也是那种理性的 然后大而化之的 那其实有时候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或批评 也不会让我停止我的脚步 我常觉得我好像是一只 一头那个吹着口哨 快乐向前行的大笨象 哈哈哈哈好可爱 大象 对我就是继续的往前走 那神就继续的加上祝福 那多年的服饰 其实身体难免会承受一些的压力跟疲惫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 其实我都不会觉得我有压力 但是后来我的身体就显示出 其实我是在一个过度的承担的里面 所以在2016年呢 医生就宣布我得了乳癌第三期 那正在进行要治疗的时候呢 医生又说 哦 你还有一样耶 你肺癌 你好像不用钱 都可以轻载滑 结果你又有肺癌第一期 我想好吧 反正开一个开两个都可以啦 就是就是手术嘛 不过这一件事情 说真的对当时的 我觉得我很健康 所以我也是很震惊 那当时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很震惊 但是 其实事情来了就是要面对 我就开始想 我应该怎么样的 来迎接这样的一场的战役 我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 马拉松式的一个战役 可是我就是单身一个人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很担心说 哎呀你一个人 没有人照顾你 你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人就来问我说 他们可以帮什么忙 后来我想想 我也就毫不客气的 我告诉他们 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我说我需要有人帮我煮三餐 我说我需要有人接送我去医院 因为医院离我家一个多小时 那后来弟兄姊妹排班 他们就把早中晚全部班表都排马 然后司机也都早全 所以我就这样的顺顺利利的 我就完成我十个月的疗程 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啊 那时候真的很多弟兄姊妹 就是这样的 甚至我手术他们就是来陪伴我 我记得还有一次我手术呢 乔老师就来看我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 为什么每一次来看你 那个照顾的人都不一样啊 然后乔老师就说 我就说我还排不上班了 这一段是没有预言的 乔老师说都挤不进来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 那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说我是牧师 这是一个何等尊贵荣耀的行业啊 所以我要感谢所有陪伴我 陪跑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呢 我就想在我整个疗程结束以后 我就办了一个生命分享会 我想谢谢他们 也让所有关心我的人 就再一次的看见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 那那一天也就是一个布道会 其实那一天来了五百多人 其中有七十个以上都是 或是弟兄姊妹邀来的木道朋友 或是邀来的癌症病人 大家都一起在那个生命分享会里面 来看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人生中的苦难 那因为一个生命分享会 所以朋友就鼓励我说 你一定要出一本书 就把我平常写的家书 都把它汇整起来 所以就写了一本书 那个书名就叫 哈 我遇见癌了 那因着这本书呢 就开启了一段因缘 那时候在20 就是去年 去年一对日本宣教士 就宋益泽 林雪玲夫妇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说 他们有一位从小 益泽跟曾牧师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样的好朋友 那发现说 他太太过世已经四年了 他们觉得他应该要结婚 他们为他的婚姻祷告的时候 他们说三次都出现我的画面 所以呢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 那你知道对我已经是单身63年的我 我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 我已经63年 我说我63年都睡单人床耶 我 有人在我旁边我一定会失眠啊 那后来谈谈呢 反正呢 雪玲宣教士就一直跟我说 可是我一直觉得你们好登队喔 那我就 后来我就很好奇说 我还蛮想去看看谁跟我登队啊 所以呢 我就答应说好啊 那我们见个面这样 那我觉得神就在这个时候做了很多奇妙的事 没人呢 就把我那一本书就寄给对方 那我们其实一南一北 我在中壢 他在屏东 这相隔甚远 哇 可是神呢 就牵起这个因缘 神就对真牧师说 他是在屏东牧会 但是已经退休 刚退休不久的一位退休牧师 神就对他说 贵华奉献服侍三十年 我悦纳他 我心疼他 你代替我去照顾他 哇 姐夫 姐夫在哪里 大姐夫 然后在我这一方呢 神也透过几个异象 提醒我要打开我的心锁 你知道在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 我就跟主说 主啊 我把我的情感打包交给你 直到你预备的人来到 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要单身服侍主 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的是 就要殷勤的服侍 就是不要分心 所以我就向主说 主啊 不要让这些事情让我分心 让我可以专心的服侍你 就在那个时候神提醒我说 你把心锁打开 所以因为神分别做了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就走上婚姻的路 虽然一个63岁 一个68岁 总共加起来超过130岁 哇 我结婚的时候 我在婚礼上呢 我们陶鼠苗的牧者 他们就献了一首歌叫做 上帝能够 好会选喔 那真的是 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然后神已经预备 给那爱他的百姓 我真的是经历神的恩赐 神的赏赐 那其实这几年呢 我的人生好像云霄飞车 快速的上下祈福 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那我回头一看 我真是看见我的人生 真是有神的恩宠 因为真的在我所行的路上 神都滴下了自由 感谢主 谢谢桂华牧师 我帮我分享 一开始把这个题目 给桂华牧师的时候 他非常可爱的说 立芳 我真的觉得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想说 哇 原来其实在桂华姐的心里 一直是这样想 我就是一个小女子 我就是一个小女子 但是我依靠万君之耶和华 真的就好像 我们看到大卫 对他的敌人 哥利亚说 你来打我用刀 锚 枪 但我打你是奉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他就是你所藐视的 以色列军队的上帝 我们看见到 在桂华牧师的身上 就是这么独特的一个生命 对神认真 完全相信 我们也看见到 在神手中 各样生命的特质 神都能使用 阿们 哪怕是 这个疾病来打我 我就出一本书对抗你 这本书还帮我找到老公 谁比较厉害 我来给姐夫挥手一下好不好 姐夫 姐夫 怎么办 找到姐夫了啦 姐夫挥手了 我好像看错了 不好意思 等一下大家再去找 真牧师姐夫 太棒了 真的是美谈了 太美了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我们也不要硬把一个模式套在每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神在每一个不同生命 不同家庭里都有他独特的带领 太棒了 最后一题 大会我先报告 不好意思主席 会超时一些啦 不好意思 最后我们要请四位牧者给我们 阿对不起我怎么可以忘记我 那个给我吃饭的靖蓉姐呢 靖蓉姐 不好意思 好麻烦靖蓉姐跟我们分享 大家都知道靖蓉姐有没有 创会牧师就算了 台南琳梁神学院的院长阿 拍手给她吹下去 这么独特 这么有恩膏 这么能够发展自己独当一面的女牧者 但是却乐意的与丈夫同心同行 做丈夫的最佳帮助者 我们想来听听靖蓉姐 丰富的人生故事阿 拍手 感谢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关系 老师我有帮你和主席申请 不要担心 好感谢主 听到这三位的牧者 很享受 也很有得着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婚姻嘛 我头脑有点转不过来 所以呢 你也要叫姐夫吧 我知道姐夫在这 你的姐夫在这 我的姐夫在这 有看到 那大会给我三个题目 三个题目我就用三点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帮助者 那我在33岁的时候呢 台北理想堂的一楼就有一个婚纱摄影礼服公司 那个时候呢 我就每一天 从台北理想堂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跟婚纱摄影的这个新娘子说 再见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单身的侍奉她 专心的侍奉她 而且那个时候台北理想堂只剩一个男的 叫做张婷臻传道 只剩一个 其实不是啊 那 传道只剩她一个 那她的条件又是要走钢丝 长头发还有会弹琴的 走钢丝 那我就别想了 姐夫好奇怪喔 那因为我自己个性也很强悍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可能没有人敢追我 那 但是呢 我感谢主在33岁那一年 很多的媒婆 这个是我的大媒人 那我就结婚了 我记得在结婚的那一天 周牧师还对着700多个人说 张静荣 你愿不愿意顺服张婷臻 你讲大声一点我才要给你证婚 那所以呢 我就说我愿意 那所以呢 但是呢 我差不多过了20年 有一天呢 周牧师的秘书就打电话给我 说周牧师在一个神学院 教教会增长 那里面呢 有两次的课程要讲 夫妻关系与教会增长 周牧师叫你去讲 我心里想说 我成功了 我不是讲教会增长 我是讲夫妻关系 以教会增长 我是要增加大家对我的信心 所以我怎么成为一个帮助者 我觉得几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从整个圣经 哥林多前书11章那里讲到次序 本来我们的丈夫就是头 就是头 所以我嫁给他的时候呢 我心里就非常清楚 他是我的头 他是我的头 在秩序里头 我要什么 支持他 我要支撑他 我要让这个头 成为最强的遮盖 成为最强的领导 所以呢 我在婚姻的生活里头 怎么样成为一个帮助者 我觉得就是很 很很 就是当我的头很强 能够遮盖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活在幸福当中 幸福啦 阿们 阿们 那所以呢 姐夫先加十分 然后 你也会发现在教会 主任牧师 或者我们的丈夫 是一个很强的 很有能力的 一个真的很 很能够承担的头的时候 我们做姐妹做妻子 整个教会 就会有恩典 有荣耀 有神的爱 永流 弟兄姐妹阿们吗 阿们 那我怎么样帮助 把这个头给撑起来呢 怎么把这个头给撑起来 就是我一定要下来 我下来才有办法把它撑上去 弟兄姐妹阿们吗 好 所以呢 在下来的过程里头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要放下 放下我的领导 放下我的掌控 放下很多我的意见 所以呢 最好的撑起我的头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的决定钱 给我的账户 给我的账户 我们家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问我是没有用的 什么都是问张牧师 弟兄姐妹阿们吗 姐夫你好面啊 对 那决定权在他 所有的责任就在他了 所以呢 可是呢 你会发现在这25年的婚姻里头 我就发现 他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有洞见 越来越有洞察力 越来越有自信心 和对神的信心 所以呢 头一定要先起来 那我自己也非常的了解 我的先生 他不是周神柱 他也不是欧永亮 他更不是刘群茂 那我的先生叫做张廷真 所以呢 我能够支持他的 就是神 给他最好的 把他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我的账户 不用前面阿们吗 阿们 所以呢在婚姻的25年里头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先生 好像小弟 我的先生很可爱 我的先生很爱讲笑话 因为 你们看不到 他灵的深处 灵的深处 灵的深处 叫做 启示性的领导 启示性的领导 一个丈夫 要有 启示性的领导 诶 那个我先生注意听 有启示性的领导 教会才会走向 属灵的道路 我们做妻子 才会有属灵的成长 弟兄姐妹 阿们吗 阿们 所以呢我觉得在婚姻里头 我能够像 神对大卫所说的 人是看外貌 神是看内心 那我觉得我会成为他的帮助者 而且我顺服他 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头 他是启示性的领导 所以让我的灵可以浮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有心智 他如果是一个懒惰的被动的 然后懒散的丈夫 我早就把他甩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 那这个是第一题 第二题 沟通 沟通 家庭的界限 我记得我刚开始跟张牧师结婚的第一年 我们就到台南开拓 所以呢 我们的婚姻福岛就是这一位 都说你们很成熟 不用婚姻福岛 拜拜 就这样掰了 可是他永远不会想到 到我们台南的时候 我们吵架是怎么丢盘子的 怎么样 凌家出走 哭着骑摩托车 快要飙到 那个台南的海边了 但是呢 在这25年里头 我特别要分享我们家庭是怎么沟通 怎么分界限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里面跟外面都要破碎 里面跟外面都要破碎 神为什么给我们权柄 其实就是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 降伏的器皿 有姐妹阿们吗 阿们 我感谢我的丈夫 让我越来越有降伏的能力 像我这么强悍的人 能够依偎在他的旁边 面对他的需要 捕卫他的心灵 这就是因为一个降伏的器皿 另外一个 我们是怎么沟通的 我们也上过很多 一万块以上的婚姻舞蹈课程 就是家里要买很多盘子的那一种 我们也在最后一堂领盛餐 我先生跟我说对不起 对到他的眼泪鼻涕掉到地上 可是我发现最好的沟通 就是花时间祷告 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一个口号 因为我后来走了25年的婚姻 我真的觉得最好的辅导是我们的神 阿们吗 阿们 在婚姻里头 他是设立婚姻的那一位 而且 帮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三位一体的神 有最优先的权利 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成为 降伏的器皿 而我们不只花时间祷告 我从小我跟早上的那位姓刘的牧师是很像的 我们六点起床 我不到九点我是不甘愿下班的 可是当我嫁给我丈夫之后 他常常分别时间带我到墾丁 到山林溪到溪头 再加十分 目前四十分 官子岭泡温泉 而且 他是一个非常知道优先秩序的人 我们在墾丁看海洋的时候 他可以带着我 噢 瞎啦巴巴巴巴 所以呢 感谢主 我们就是这样沟通的 在一个肯定的海边 可以做任何的决策 让教会充满了共力和方向 老师这样子的台南领量神学院 好没有没有 最后 我们虽然特质不懂 我比较适合在台上讲校 比较适合在台下方言祷告 虽然我们特质不同 但是我们是怎么配搭服饰的 最后三十秒 还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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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借大会休息时间就够了 太精彩了 我们怎么配搭 我们是那样的不同 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个 第一个 夫妻最重要的 要建立团队 团队侍奉 不只是林良糖的DNA 团队侍奉更是夫妻的DNA 好 只有团队我们可以站在一起 只有我们成为最强的团队 弟兄姐妹才会看到榜样 成为教会最强的家人和同工团队 所以我觉得夫妻在一起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同心的团队 因为仇敌是非常容易见绷察针 有时候一句话出去的时候 怎么变成炮灰 对方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 在团队的里头 我们知道怎么样 在团队的里头 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涌流 第二个 就是三股的绳子 和绑在一起 不容易折断 所以为什么要一起祷告 要同心寻求神 就是让我跟他 能够跟神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就像齿轮卡在一起 才能够有动力 才能够动出来 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恩赐不同 张牧师是属于那种 喝茶拔甘情的牧师 所以 他能够在台南 跟很多的牧者建立 非常美好的牧者连结 我是很没有耐烦的 我是没办法 我咖啡 一个便当 可以五分钟就吃完了 所以呢 我就比较多 都走入在训练的领域里头 所以我们彼此服侍 是一个团队 跟我们的同工 可是我们的恩赐是父母 他非常会做牧羊 做关怀 非常能够跟别人连结 而我是专门做执行 而他是 启示性的领导 我都在等他 启示性的领导 当他启示性 启动的时候 我就会向造物台 帮他推动 帮他推广 帮他研发 帮他实作 直到神的委任成就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哈利路亚 金融姐 我真的豁出去了 看一下 我们有戴珍珠项链 有没有 代表什么 成功的脖子 啊 这不是头 没有一个懂事的脖子 这个头就乱转啊 他给你绕枕 你头都不用动啊 这是一个有神智慧的女人 在到的里面啊 珍珠项链做记号 哇太美好了 感谢金融姐给我们 这么多美好的榜样 就像他一开始说的 他最想传递的就是真实的生活 如何在主的面前 支取力量好好的活着 照主的话语说 要顺服丈夫 这句话很熟 但是很难做啊 女性们阿们嘛 哎呦对不起也不用太大声啦 谢谢牧师给我们看见他 学习破碎自己 降服自己的日子 真实的一面 可是我们姐夫你真的很棒 我已经把你加到六十分了 刚刚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给你扣十分 我忘记了 丢盘子 丢盘子扣十分啊 那等一下如果时间许可 想看一下你们依偎在彼此怀里的样子 感谢主啊 启示性的领导 我们的丈夫 让我们来跟随你们 启示性的领导 谢谢我们金融牧师 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也在主的面前 好好的活住自己 并且成全丈夫 而且如此的尊荣丈夫 好精彩喔 时间过了十分钟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牧者 老师不然我们就直接做最后一拍了 好不好 那个经典的话留给我个人 我再贴脸书给大家看好了 好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精彩 当乔老师他要来分享的时候 他的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有感动 要来尊荣我们当中所有的女将领 我们把时间交给乔老师 好感谢主 我相信大家其实很少看见女牧者的另外一面 那我想今天我们都是敞开自己的生命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现在要来尊荣 特别我刚才讲到530间分堂中间 有91间分堂或者是福音中心 是姐妹主则 所以我现在要请主则的女牧者站立起来 无论你已经暗幕还没有暗幕 大教会小福音中心甚至你是宣教士 或者你是在机构你是独当一面的女牧者 我们邀请你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拍手来尊荣他们 91间没有全部都在我们中间 可是有一些在我们中间 其实有一些还蛮年轻的 那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请所有的女教母 包括已婚的未婚的 先生是职场的 或者是先生也是牧者的 当然其实就 已婚的其实就包括师母在里面了 那所有的女教母 资深的或者是年轻的 通通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台上也是都是对不对 我们就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尤其弟兄们 请你们大力的来拍掌来尊荣 我相信我们台上有四位不同的典型 我们中间就有非常不同典型的女教母 都在我们中间 那最后 最后 最后 我要请所有的姐妹 我们通通都站起来 我相信所谓的将领 每一个都是在神国里面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然后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 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宣告 宣告完以后 我们的大家长周牧师就要来为我们所有的姐妹祝福祷告 我念一句 大家跟着我念一句 林良女将 林良女将 批带恩高 批带恩高 突破环境 突破环境 完成命定 完成命定 包括主对教会的命定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 我们弟兄们 跟我们一起来仰望主 我们请周牧师 特别来为女性的同工 一起来祝福祂 亲爱的天父 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 谢谢你 你不但造男 你造女 主啊 你让女的来帮助 帮助男的 主啊 因为神你创造他们 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帮助者 说让我们在你面前 说我们特别为过去六十五年 你在这个教会 你在我们林良的大家庭 所兴起的每一位女性 每一位牧师 每一位女的牧师 每一位女的传道 特别你的主任牧师 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Amen 求你亲自的恩待报答 Amen 包含我们牧师旁边的师母 Amen 他们不但撑起半边天 他们撑起大半天 Amen 包括乔老师在神学 Amen 不只是撑起半边天 也是大半天 Amen 主啊我们为这一切所有 你给我们 宝贵的女童工 哦主啊我们的家人 我们献上感谢 Amen 主啊我们也谢谢你 你让我们 主啊我们姊妹 不管是在教会 在职场 在家庭里面 主啊我们所有在你面前 忠心的摆上 主啊你都看见 Amen 你都纪念 Amen 你都悦纳 主啊相信你要在 他们身上 把加倍的恩典 加倍的恩膏 加倍的恩宠 在他们身上 好让他们成为家庭教会 神家中国度的里面 更大的祝福 Amen 感谢祷告奉主的名 Amen